快打旋風要出真人版影集啦 之前在YouTube上面瘋狂轉載的 真人版短片 Street Fighter Legacy 轟到讓卡普空正式授權 現在要開拍電視影集了 而且演員名單裡面 還有幾個非常專業的老演員 讓影片水準又是更上一層樓啦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詳細報導 還記得之前在網路上瘋傳的 快打旋風真人短片 Street Fighter Legacy嗎 這個製作團隊取得CAPCOM官方授權 即將製作快打旋風的影集 在去年8月已經完成拍攝 預計在今年年初開播囉 目前官方已經公布了最新的海報暗殺權 另外也公布了主要角色的演員名單 其中名單中引起話題的莫過於在《冰與火之溝》中 飾演傭兵的馬克基林 和《金剛狼 武士之戰》裡的大魔王哈爾山之內 資深演員的加入必定會讓這部影集 更具戲劇張力 雖然在台灣播出的機會微乎其微 但喜歡SF的粉絲們 等播出之後也別忘了上網查看囉